最近娱乐圈离婚夫妇们似乎都还有点缘分未尽的意思 不光是戏外开启恩怨连续剧 连真正的作品播出都要撞档期 内宇有赵丽颖、冯绍峰同时上新剧 韩宇也有宋慧桥、宋忠基排队上线新作品 前前后后话题不断 其中自然是少不了有关他们最新状态的讨论 赵丽颖、冯绍峰、宋忠基已经经历过一波审视了 现在轮到了宋慧桥 来看看宋慧桥在新剧宣传片中的状态 各位觉得他过关了吗 似乎好像仿佛有点糟糕吧 先不提脸 就说宋慧桥这套造型也是有点一言难尽 深色西装配上灰白色的秋衣 土气、老气全都占权了 遮眉齐刘海显得整个人都很不清爽 眉毛像是小学生画的 好似两条毛毛虫 口红颜色也不对劲 看上去气色很差 但是最不对劲的还是宋慧桥的脸 为了防止被说是恶意截图 这里就放加了后气滤镜还调亮的动图吧 宋慧桥的脸是真的崩了呀 哪怕动图精修过了 都能看出宋慧桥的苹果鸡变成了一大一小 整个人嘴都歪了 说起话来肌肉走向根本不按常理出牌 就像是网友说的 一般情况下这种脸崩就是打针打多了的 出现后遗症了 当然你也可以坚持认为宋慧桥只是老了 上了年纪了 毕竟他也41岁了 有状态波动很正常 实际上宋慧桥已经不是第一次脸崩了 近些年他所谓状态绝佳的时刻 本质都是靠滤镜加持 譬如2022年7月份 宋慧桥出席高奢珠宝活动 微博铺天盖地的一波宣传 各种夸他又美又撒 但后续这场活动生涂却基本无人搬运曝光 因为生涂中的宋慧桥如图所示 看来宋慧桥苹果机的问题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还有他的鼻子 明显有了坍塌的变形 仰拍角度暴露无遗 咱就说正常人变老好像不会有这种情况吧 外网还有宋慧桥最新的看秀生涂 10月份他和李明稿一起参加了品牌秋通大秀 两个人的脸也崩到一块去了 一个又油又肿 一个又干又僵 顺道一提 看了这套生涂 总算是知道宋慧桥现在为什么要搞个吐气齐刘海 因为他的发际线实在堪忧 也是快要秃了 微妙的是宋慧桥和李明稿的看秀生涂 依旧是无人搬运 日常有事没事总是发内地明星生涂 声称要消除容貌焦虑的博主 愣是谁也没有注意到宋慧桥这位大明星 不仅如此 甚至还有一批博主大发精修图 夸宋慧桥保养得真好 哪里好呀 修图修得好吗 你们这样很容易让人怀疑收了钱呀 说到底 不愿意真实面对自身怜悦 光靠打光 修图 信息差 垂须状态好 保养家的人 根本就是宋慧桥自己罢了 他这种行为 才是标准的制造容貌焦虑 和某些三四十岁 还要营销少女感的女心半斤八两了 已经有网友对其很是反感了 另外 也要友情地提醒一下 宋慧桥主演的新剧 莫名使用了大量的刺绣元素 以韩国娱乐圈偷完凤凰又偷龙 偷完了端午又要偷中秋和春节 连二十四节气 中草药和茶文化都要偷一偷的德行 此刻也有必要警醒一下了 最后就是希望各位不要因为明星过动的容貌焦虑 他们有着强大的团队包装 我们看见的不一定就是真实的 也少给明星加强光环和滤镜吧 不只是针对韩国 哪里的明星都是一样的 接下来说 宋慧桥越来越像蔡明 脸僵了 状态大不如前 一平也一言难尽 娱乐圈曾经有过一条神奇的定律 男明星越老越像本山大叔 女明星越老越像蔡明 这回像蔡明的这位女星 大家还都认识 韩国刘巨星宋慧桥 如今的她跟中国内地喜剧女演员蔡明 有着同款垮掉的苹果剂 脸部肌肉的僵硬程度如出一辙 宋慧桥为新剧宣传拍摄了一条视频 因面部状态和往日差距实在是太大 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提起韩国女明星宋慧桥 大家印象最深刻的还是电视剧《蓝色生死恋》中 她那甜美可爱的形象被大家称为《淡言戏》的女神 宋慧桥也是当年多少男孩心中的梦中情人 但如今看到这条视频也不得不感叹一句女神老了 首先是宋慧桥的穿着打扮 看不出太多时尚的气息 她穿着一件灰白色秋衣 搭配着深夜色的西装 再搭配她那像个小学生一样的妆容 不太适合的口红丝毫 让宋慧桥的整体穿搭看上去非常的吐气 而她的齐刘海也没有让她年轻十岁 反而显得更加的老气了 现在宋慧桥的脸也看不出昔日的甜美可爱的样子 脸上的胶原蛋白流失的很严重 两边的苹果肌也是一大一小 非常的不协调 而且宋慧桥一说话 就会给人一种脸部肌肉很僵硬的感觉 也有网友猜测 不知道宋慧桥是不是美容真打多了 所以给脸部留下了后遗症 很多网友看了这条视频以后 都不敢相信这是宋慧桥本人吗 曾经的娱乐圈女神寒流巨星 脸怎么会崩得这么厉害 如今宋慧桥的脸看上去不够自然 科技感十足 不过也有人觉得宋慧桥已经41周岁了 现在的状态和她的实际年龄是符合的 就算拿宋慧桥和普通人相比 她还算是保养得好的那类人 但是拿宋慧桥和国内一些40家的 娱乐圈女明星对比 樱桃 曾黎 黎小冉这些 跟宋慧桥同年龄段的女星 她们就都保养得非常的好 完全看不出是40多岁的年龄 而为什么同样是40家的宋慧桥 她的脸就崩了呢 但其实她已经不是第一次脸崩了 比如今年7月份 宋慧桥出席了一场高奢珠宝的品牌活动 从现场放出的精修图来看 宋慧桥的脸表面上看依旧是完美无缺 甚至还有很多网友夸赞 她又美又撒 但是从宋慧桥另一张仰拍视角的现场生图来看 她的鼻子已经像坍塌了一样 而脸上苹果肌的问题依然存在 只是现在看起来更加的严重了 再比如她今年10月份和李明岗参加的秋冬品牌大秀 一张合照将两人的问题都暴露无遗 特别是宋慧桥的发际线越来越高 让人担心她未来会投秃 不过虽然对于明星这个行业来说 脸蛋和身材的确非常重要 但不得不承认衰老是人生的常态 最重要的还是要坦然面对 这次宋慧桥的最新动态 最让大家关注的除了她的脸之外 还有她带来的新剧 12月1日 宋慧桥的新剧《黑暗荣耀》 宣布正式定档在今年12月30日上线 这是一部现实题材的都市犯罪悬疑剧 也是宋慧桥再次与太阳的后衣编剧《金银书》合作 而且这部剧的导演还是曾经指导过《秘密森林》的安极稿 这更将拉满了观众的期待值 宋慧桥在电视剧《黑暗荣耀》中会饰演一位充满仇恨的女人 电视剧讲述的是女主东恩在学生时代遭遇了一场不幸的变故 这让她成为了建筑师的梦想破灭 多年以后她隐姓埋名 在当年陷害者的家中成为了那个人孩子的老师 自此一场酣畅淋淋的复仇故事会一一地展开 值得一提的是 宋慧桥的前夫宋忠基目前也有一部新剧 《财阀家的小儿子》正在热播中 不过他们巧妙地错开了播出时间 等到《黑暗荣耀》宣布定档日期时 《财阀家的小儿子》都已经快播完一半了 不得不说 这样也避免了无形之间的竞争和比较 但是观众难免会对他们这对前任明星夫妻进行无形的比较 目前宋忠基主演的《财阀家的小儿子》播出仅六集 口碑不俗 豆瓣评分也高达8.3分 在韩国本土的收视率攒列第一 不知道宋慧桥的新剧会给观众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总之还是很期待的 话说回来 不管分手时有多难看 宋宗基 宋慧桥总体上来说 都是韩国娱乐圈里演技实力派 告别私人恩怨 不知道他们未来有没有机会再次合作 毕竟《太阳的后衣》就连插曲都能成为某短视频平台 影视剧解说的热门背景音乐 逐渐影响之力巨大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